台中市宠物食品药物安全促进会 针对了坊间贩售 以及网售宠物食品店家来做访查 而当中也发现了 有不少业者在商品文字上有夸张的情况 所以呼吁市府要加强把关 而农业决表示 市府目前一年都固定机查有75次 针对的业者这次提出商品 也将列为重点的机查对象 也鼓励民众要主动通报 保护毛小孩的食药安全 毛小孩的食物药物琳琅满目 一般包装上都会标示添加物或是功能性 不过台中市宠物食品药物安全促进会 针对坊间销售及网售宠物食品店家做访查 发现有不少业者在商品文字上有夸张情形 呼吁市府加强把关 根据我们4月18号农委会所先颁定的一些 有关于比较容易模糊 或者说被一般的民众比较忽略到的一些 可能会触及像我们人类的食品药物一样 有夸大或者说涉及一些药物的疗效的宣导的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必须要督促业者 在将来要上架或选择这些食品或药物的时候 更加的谨慎 为了呼吁政府为毛小孩的食药做把关 促进会也邀请民间单位及业者进行座谈 而台中市长夫人廖宛如也到场关心 并且感谢促进会主动访查 为毛小孩伸张权益 对于宠物的药物跟食品的安全 现在是大家都比较有意识了 那基本上就是针对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自己要吃东西的时候 都会去看食品外包装 对给小孩的东西我们其实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 但是给宠物的东西 我想台湾社会可能在这部分要更注意 那今天很感谢我们的协会 帮忙做了这件事情 希望说有毛小孩的家庭们都可以更关注这件事情 实体店面网路的这些我们都需要来共同来关注 那我也是呼吁大家不要在网路上 就是直接在网路上购买 这商品的话的确是会比较问题 会模糊掉会大一点 鼓励大家到我们有信用 然后也有经过我们认证 然后我们也去都会固定去抽查一些好的 因此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店家 来购买这些食品 这次涉及文字夸张及亦让人产生误解等商品 农业局表示将列为重点击查对象 而对于宠物的食药品 每年都会有75次的主动击查 也鼓励民众主动通报 双管旗下维护毛小孩的健康 有军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